来看看今年大稻辰情人节烟火 周六晚间顺利登场 虽然天宫不作美 下起雨来 但还是交不惜民众的热情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跟太太陈佩奇 穿着情侣装一起出席活动 民众欢呼倒数 璀璨烟火在夜空绽放 和身旁的人肩并肩享受浪漫氛围 疫情下被迫延期的大稻辰情人节烟火 迟到两个多月 民众终于盼到了 今年的大稻辰情人节烟火 十六号晚间登场 受到疫情影响 入场采取预约制 抽出一千五百组幸运民众 晚间八点十分开始的烟火秀 长达四百八十秒 共四千三百二十发 垂下烟火毫无冷场 民众看得超过瘾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跟太太陈佩奇到场参与 为活动献上满满祝福 我们这一刻很难得 你知道 希望大家继续我们继续珍惜 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们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台北市晚间飘起雨 刮起风 还是交不洗民众热情 套上雨衣一样到场参加 扑起野餐店席地而坐 享受得来不易的烟火秀 现场也邀请魏如轩 曾佩茨和卓一峰等歌手 到场现唱 用意手手动人音乐 和民众共度美好的烟火之夜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